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智慧的探索公开讲座》 这个讲座的系列是庆祝中大55周年的活动之一 我是国智人,也是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的救生 刚才我在开始之前和多德林聊天 他今天给了一个任务,两个字而已,就叫轻松 所以大家可以轻松一点,不用这么认真的 轻松一点,我也轻松一点介绍你多德林好吗? 如果严肃那些留下长刊你们自己看 德林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因为他自己说过,他在中学的年代就想做老师 入到大学,当然花心一点 花心是我家的,不是你说的 入到大学就想做科学家 最后怎样呢?在大学,两者兼得 亦都因为社监的缘故,他也住在中大 德林我相信他和我们在座很多人一样,都是中大人 但如果说到真是最厉害的中大人 我想我们在座没什么人及得他 因为他在中大读书 然后读完书,回来中大做事 在中大做社监 然后他的女儿和妹妹也在中大毕业 然后太太也是中大认识的 我相信在座应该没什么哪位呢? 比较厉害得过德林 所以德林是我们中大人之中的中大人 另外德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贴地的科学家 因为过去二十年他透过农业的生物科技研究 特别是大豆 希望解决到世界粮食安全的问题 特别德林去得最多就是甘肃省 甘肃省有些所谓边缘农地 究竟他怎样解决呢? 稍后可以听多一点 不知大家知不知 说完这个话题 德林就会搭飞机去南非 又是解决当地的粮食安全的问题了 究竟走遍各地 林汉明教授最想都是回到家 把大豆带回家 这个家在哪里呢? 整个旅程又是怎样呢? 这个时候有请林汉明教授德林 谢谢 开了个游戏 多谢各位朋友 这个时间也比较奇怪一点 5点钟就来支持我这个讲座 我今天想轻松一点 我原本的题目比较深一点 叫做大豆研究一段 从实验室到农田科研之类 好像很巧合一样 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套电视剧 它叫做星空奇预记 大家坐着企业号就可以探索宇宙的边缘 于是我就把我这个演讲改了名 叫做大豆奇语记 科研最后的疆界 我们这一队人的队伍航行的持续使命是 探索暂新的技术 寻求新的知识 新的应用 大胆地去到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企业号 抱着大豆就出发 出发 好了 我想每个人都有起点 所以如果我们当讲故事 有前转 有后记 我从我的起点开始说 我的起点是什么呢 我的起点呢 这张照片是我的小学同学给我的 我的起点是 潮云山旧邨 当时 我住在某一个洞里面 那里有160英尺 住了六个人 比现在的劏房还小 现在是我读的小学 已经拆掉了 但我就想想 每个人 可能在起点 我们不能选择 不过 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走一条什么路 这个起点正正是令到我觉得 世界应该 更多机会给不同的人 世界应该有更美好的未来 所以我选择了做 科研和教育的工作 好了 在我的小学里面 和中学里面 其实 我有一些校训 我到现在还会记得 我小学的校训是 非以逆人 乃逆于人 而我中学的校训 我小学是 圣公会药明小学 已经拆掉了 我的中学是 伊丽莎白中学 我们的校训是 修己线群 其实都是因麦相成的 好了 为何我最后选择了做农业 和做生物学呢 因为我看了几本书 我想跟在座 可能有些年轻的学生 介绍一下 这几本书 到底有什么影响 第一本书 是我读大学时候 读的叫做 细菌的病毒 说细菌已经够小了 细菌的病毒 原来里面 也有很多基因 然后每个基因 互相协调之下 令到病毒知道 什么时候 可以躲在细菌里面 什么时候应该走出来 原来分子生物学 是可以解释到 很多生命的现象 于是令到我觉得 我应该是继续研究 这个分子生物学 另外一本书 是叫做 Who will feed China 这是一个外国人写的 那时候他们估计 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之后 用的粮食会多了 人口会增加 土地会减少了 到时 中国是否需要入口很多粮食 才可以养活所有的中国人呢 于是便写了这本书 当然我希望 最终是由中国人去养活中国 但是这本书给一个启示 就是 粮食安全问题 是非常之重要 当我们不停地想一下 如何去医好一些病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首先要医破图 所以粮食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本书我看过两次 我在研究院的时候 和回到香港之后都看过 这本书叫做 《沉淪的国土》 主要是讲中国的环保问题 因为我们不要好好照顾 我们的土地和水源 令到我们中国的水源和土地 越来越少 亦都受到污染 森林亦都被砍伏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怎么可以有可持续的发展 给我们下一代呢 但同时我们又要种很多粮食出来 种粮食的农业和保护环境 如何得到协调呢 其实为何我最后选择了做大豆研究 和这个也是一个很直接的关系 但真的选择大豆研究 其实是我最后回到香港才做的 我在新亚孙毕业 想拍张新亚的水塔坊出来 我当时是读生物学的 我的碩士是做植物对于重金属的抗盛 我去到西北大学读博士的时候 我主要是做微生物的 因为当时那个年代 微生物的分子生物学是最热门的 所以我很想让自己进入 这个分子生物学的行列 所以我花了很多气力 进入这间大学里面 去读分子生物学 但我读完博士之后 当时我的老师问我 想不想留在美国 如果想留在美国 继续做微生物 做医院那些 他说美国有很多医院 要请大量的微生物学家 我说我不想 他说你想做什么 我想做植物 他说很奇怪 因为植物当时比较冷漫 我说我要做植物 但我不可以这么快去做到农作物 因为再远一点 跟细菌跳到做大豆太远了 所以我就中间作物 才去做一些 我们叫做基础科学的研究 以南界的研究 是我博士后在纽约的时候做的 回到来的时候 很多同事都觉得 既然我博士后做这件事 为什么不继续做呢 应该很舒服的 即是可以 无惊无险又到五点 轻轻松松又再下班 可以很舒服地做一个教授 去到我退休 但我觉得做一个科研人员 我们应该可以接受挑战的 应该是离开我们的舒适带 所以我回到香港之后 我就说 有什么能够达到我的目的 可以帮助更多人 给更多人更多的机会呢 应该就是做农业了 因为我是做开植物 如何最后会做大豆呢 其中有一个原因 除了大豆本身是很重要的作物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人 这个是邵桂花老师 当年我很冒昧地去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不停地找有什么可以做 有什么人可以合作 经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这位老师 老师平时很少说话 但是在田里面就很开心很活跃 我记得他跟我说话 他说他差不多退休了 他做了很多年的大豆内研的研究 但是他以当时 1997年 以当时的条件 他应该是做不完的了 退休之前 他觉得很可惜 但是他告诉我 大豆对中国很重要 于是我跟他说 不如你相信我吧 我会做完这件事 他当时很犹豫的 他说 你们是资本主义地方的人 会不会骗我的呢 我用我的真诚打动了他 结果我们就展开了一场黄言之交 一起做了很多工作 好了 我讲完前转 我讲一下我们这个行情的第一集 第一集我们叫做大豆回家 为什么会改成这样的名字呢 先解释一下 其实大豆就在中国起源的 大约五千年之前 我们祖先了 变成一个农作物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这些大豆就在美国和南美 就开花结果 落地生根 变成他们很重要的农作物 就卖给中国 在我们开始做大豆研究的时候 其实主要的高端的大豆研究 都是由欧美的先进国家来垄断的 当年 即是九十年代末期开始 好了 我们觉得 我们会不会在大豆的故乡 可以做到一些高端的科技 甚至是改善我们大豆的生产呢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题目定为大豆回家第一集 好了 我们在讲大豆之前 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都不认识农业 所以我就用一个中文字去解释农业 给大家认识 可能大家识了这个字之后 就会知道农业是什么 这个就是粮 粮就是粮食 在古代也是解释出粮的 因为要吃饱 其实这个字笔含什么成分呢 这个米字其实是饭字的穀物 穀物是我们中国人主要的粮食 但是我们豆科和其他都是很重要的食物 要种到这些粮食出来 我们需要有个太阳 因为太阳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给足够的温度 我们才能种到东西 太冬天我们不能种到东西 太阴天我们不能种到东西 我们需要有个大气层里面 决定了有多少雨 还是很干旱 因为这些会影响了 我们究竟是旱灾或是氾难 在土地里面 就决定了我们最后能种到东西 因为有不肥肥 它的质感是怎样 酸碱度 甚至人为的污染 影响了我们最终的土地 而在土地上就是我们的田 田是需要我们的努力 是需要人的投入 而全中国佔了世界人口的20-22% 而是农业用地佔全球的7-9% 所以大家明白 其实中国有一个土地的压力 我在2013年写了一篇文 是讨论中国的粮食供应 主要有几个大问题 第一就是可耕地和淡水资源的短缺 这个是可耕地 人均可耕地 这个是世界的 这个是中国 中国我们的可耕地 是比全世界低 淡水资源 这个是世界的 这个是中国 亦都是比全世界低 所以不够水 不够土地 在粮食里面 很重要的东西 粮字 不够土地 不够水 好了 我们有的土地 亦都不是最好的 一级地 只是占到 所有土地里面的41% 不够一半 我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过往 过往就是大量施肥 因为施肥可以保障生产 而其中淡肥是施了很多的 但是淡肥一方面会 令到我们地下水的资源污染 另一方面 据这个估计 有一半落了去田的淡肥 是最后变成一个 氧化淡的气体 一方面是温室气体 另一方面也是 PM2.5的来月 所以对我们也是构成一些 环境和健康上的威胁 而另外一些同事他们的研究发现 因为气候的变化 我们会影响了我们的温度 降雨会不平均 而令到全世界最后可能 粮食会最差的情形 是会减少18% 但是农业用水再要增加25% 如果在这样的时候 对于人口大国 例如中国或者印度 都是一个很强大的挑战 好了 我的研究是主要是研究大豆 因为大豆在五千年之前 在中国土地上纯化的 这个是我随便去拍的 你只要走到黄河边 就会看到大豆可以很横强地生长 可以和草竞争 我试过去一次去长江附近 就会看到在水边很多芦苇 芦苇已经很粗山了 这些大豆不怕的 因为它刺激着芦苇生 它刺激着它生 结果它刺激着很高 可以拿到阳光了 所以野生大豆 其实它有很多基因 是可以保障它们 可以在恶劣的环境里生长 但是我们人去做农业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一些品种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是令到那些品种越来越窄 以及是适应在农田里面 在人的照顾下面生长 所以我们这些 培植大豆很多时候 如果环境很好 它有坦量很好 但是当我们的环境 开始退化的时候 可能我们要回头 问一下野生的祖先 有什么好东西 还可以拿回来 里面的基因是怎样的呢 好了 这就是大豆的旅程 原先在中国 通过不同的途径 去到北美、南美 然后今天 北美、南美就卖回中国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作物 因为可以换钱 它可以提供蛋白和油 所以可以做人类的粮食 动物的治疗 我们不要只说油 因为我们人要吃肉 除非我们个人都吃素 那世界就很好 但如果大家不可以 每个人餐餐吃素 那我们吃肉 那些动物吃什么 就是吃粮食 所以我们要照顾他们的治疗 大多是食品工业的来源 亦都是其他工业的来源 亦都可以做医疗和食疗的产品 亦都可以做绿肥 有些国家通过法例限制 所以将它成为一个生物的柴油 好了 这个就是2013年的统计 按照联合国的农粮组织 你看到美国、巴西、阿根廷 这些主产国 这个橙色就是产了多少吨大豆 中国卖了多少 大家知道 大概是几千万吨的事情 每年 那一年 现在更多 因为我可以收集到2013年的数据 2013年全世界卖出的大豆是570亿美金 中国是用了380亿美金 这是几年前的数字 现在不止了 因为这是公布了的数字 但现在应该是不止这个数字 我们知道为什么是一个这么重要的经济作物 因为我们是用它来做很多食品和治疗 因为全世界69%的蛋白是来自大豆 29%的油是来自大豆 所以无论人或者动物 都是很需要大豆作为一个食品的原材料 不如给大家看看大家吃过什么 如果肚子饿了就去想想 吃豆腐 豆奶 豆泡 大豆芽 茄汁豆 豆豉 纳豆 枝豆 假肉 这些是假的肉 都是用大豆做的 酱油 豆油 塞 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出来的 还有蚌碱 化妆品 食疗 医疗 用品 还可以做 医服 有些人可能对棉花敏感 他可以 改为穿大豆纤迷的服装 好了 但是在美国和欧洲 他们以立法的方法限制汽车 除了吃石油的东西之外 还要吃食物 食物就包括了酒精和生物柴油 譬如在2016年 美国的消耗 大豆油是汽车 或者其他工业上面 是277万吨 这个是港公吨 这样 就是 中国是很少的 因为我们不是很旧 但是美国就通过这些 增强了他们大豆的使用 但是我最关心的 刚才说了 都是农业 对不对 和环境 对不对 农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就是如何可以进行 一个可持组的农业 大豆有什么特性 大豆是很特别的 因为我们空气中有78%是氮气 但是大豆可以通过 在筋里面这些筋钩 里面有些细菌 然后进行一个共生固氮作用 把空气里面的氮气变成有机的 例如是蛋白质 或者是氨基酸 那就是由毛基转有机 好了 这样就很好 因为不需要少很多氮气 因为我们平时用氮气 都是希望植物 变成有机的东西 对不对 我说 不是那些植物也可以 原来只是豆科植物也可以 我说 如果我们幻想一下 那些人可以就多好 我一吸那些氮气 哇 又有氨基酸 又有蛋白质 我又少吃很多肉 那就是我们不行 如果人可以进行迷惯合作用 我们不用吃 但是不行 唯有继续吃这些豆科植物 好了 要去 其实我去选择做农业和大豆 其实 我是对那样东西 开始的时候一无所知 因为我初初 97年选择回归香港的时候 我个人回归的时候 我是在做其他东西 我是在做以南界的 我是在做以南界的 我不懂的 我从一粒豆开始 我从赵老师拿一粒豆 就开始了 但是 我原先都用我的 分子生物学技术去做研究 都可以了 但是我们觉得 每个技术到哪个地方 都有一个平颈 我觉得 要突破的时候 我们就要尝试做新的东西 但是尝试做新的 是一些大挑战 因为你要在你很舒服的环境里面走出去 搞得我的学生都不敢陪我走出去 我一个人走出去 那我走出去 那我走出去哪里呢 我就是说 不如我 利用这个最新的基因组解码的方法 去研究大豆 那我可以一次过见到很多基因 我们简单来说 基因就是DNA 这些DNA又会做到RNA 做到蛋白 然后不同的蛋白 就做不同的功能 决定了每个生物的特性 大豆都一样 所以当你看到那些大豆不同的时候 其实它因为它最后做了蛋白不同 其实最后它的DNA不同 但是要证明 野生大豆里面 有很多的生物多样性 而是因为是基因组的 所以我们要进行这个基因组解码 基因组解码当时是很贵的事情 我曾经问我的国内的朋友 有没有人兴趣做呢 那些人觉得很大风险 于是我就很冒昧地去找 华大基因研究院的人 你可不可以和我一起做呢 大豆那么重要 他们先头做人类的 我说服了大豆和人类都差不多那么重要 于是他就说 好啊 那跟你一起做吧 问我有没有钱 我说没有啊 那我怎么办呢 我说不如问你校长拿吧 那我们一起回来问你校长 校长说给一些 最后我就说不如我们分歧互互 做完先 但是我很开心 我当时做了这个决定 因为 接着我们的研究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到了2010年的时候 其实美国人在1月 他们首先完成了第一个栽培大豆的基因组解码 他那叫做参考基因组 韩国人就完成了两个 就快完成了两个野生大豆的解码 于是我们就很紧张了 于是我们说不如我们和他们 韩国人竞争 美国人已经出了一篇文 于是我们就日以计夜 日以计日地上深圳 那上得多呢 我太太就问 你是不是真的上深圳做事 因为有第二头家在那里 要怎样呢 那我就立刻心说 如果出不了一篇文 我太太一定不放过我 那我就很努力地去完成这篇文 其实那时候是 我都不敢叫我学生去做 因为我自己都不懂 我怎么叫学生去呢 于是我自己去 那我们基本上是去到计 请他们帮我们 拍一些程式 拍完出来 看看结果是否我们想像的 如果做得好 那我就写两句 那就说明天再来 做得不好 明天再来过 再写 我们是逐句逐句地 把这篇文写完的 那很开心呢 就是我们在12月的时候 就在这个自然遗传的 雜誌封面形式 登了我们这篇文 令到我们顶足三分 天下 在那一年有三篇很重要的文 决定了大豆基因组研究 是好东西 在那一年之后 其实世界各地 包括中国 就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 大豆基因组研究 但是我们发表这篇文 也都满足了我们 其中一个愿望就是 在中国 发表了一篇 论文是大豆的 因为中国是大豆的故乡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那里 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呢 我们是 终于完成了我们第一个使命 那就是我们可以 完成了大豆回家的第一部 好了 这样我们完成了第一部曲之后 接着我就去想一下 其实 已经引起了很多人 对于大豆基因组研究 大家都会很向往去做 香港并不是一个 斗钱多斗人多 大堆头大规模的地方 香港是需要有一些创意 和去冒险的精神 于是我就说 我的愿望 其实最终是想服务这个农业 那我们如何可以把实验室的数据 带到农田呢 所以我第二步 我就是去说 我就是希望做多一些东西 在实验室 然后最后去了农田的 那我这个第二集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了 好了 这个就是我来的 这个是吉林省的严谄地 是航拍来的 很感谢香港电台帮我拍摄这些照片 其实我站在这里的时候 都有感触的 因为很多地是这样的 但是人就是一直生活 这是另一个地方 在西北的黄土高原 你看到后面还有些摇动 还有人在这里住 其实 但是冬天的时候是这样 但是夏天的时候 农民自然有办法去养活自己 靠天吃饭 但是就要面对这些干旱的条件 有一次我去黄土高原的时候 遇到一个家庭 因为可能我 这个样子不像他们 他以为我是官员 于是就来请完了 他说很惨 我就请我和我一起的同行 解释一下 我听不明白 那些乡校说 原来她的妇女就嫁了 嫁了之后 她说她的娘家就拿走她的土地 她的婆家就没有给她土地 她是一个没有土地的人 是生存不了的 她觉得自己没有生存空间 当然我帮不了她 但是我觉得她给了一个启示 原来 就是土地是这么重要的 对于很多人来说 但是他们就是这些土地 不是那些什么 尼敦岛 或者尖沙寺那些土地 那些值钱那些 她说这些乃以为生的土地 如何去保护它 如何去令到它们用得更好 就是更加下了一个决心 其实大得那么重要 我们一定要做那些 好了 但是要去做这件事 我们就想想 我们要做一个 我们叫做先行者 当全世界很多人都去 斗多 做这个基因组 斗多的时候 我说不如我做另一件事 我要去证明 这些基因组测序 是可以做到一件 有用的东西 例如找到一个有用的基因 让农民用到 但是 大家就说 你刚才才刚刚出了一篇好文 那么多年 学习都差点炒你 鱿鱼了 你出了一篇 你还不成性追击 又去做其他东西 那我说 学习嘛 我们要做个先行者 好了 我们的做法就是 在这个野生大豆 这个野生大豆 它是落了盐之后可以生存的 这个栽培大豆就死了 于是我们就 利用这个基因组测序的方法 我们去证明 有一个基因 在这些野生大豆里面 它是一个控制盐运输的基因 在控制盐运输之后 那些盐就少一点上叶 所以叶就生存到 于是可以光合作用 于是可以令到 植物生长一点 而是大部分的 抗盐大豆都是大了基因 这是最主要的基因 于是我们在2014年 我们终于发表了这篇论文 就是我们可以在野生大豆里面 通过全基因组测序 找到一个内盐基因 这篇论文在2014年 就发表了在这个 《Nature Communications》 这个自然通讯里面 好了 那如何去到田呢 我现在有一个重要的基因 我就发现 原来那些不内盐的大豆 其实全部都是 这个基因都出事的 一是坏了 一是变异了 你看到这个图 真是坏了 总之这个基因 没有功能 但是 逢有完整基因 都是内盐的 那就可以了 那我不用做转基因了 那我就去到西北 跟当地的合作者 张国文教授合作 你们西北很多大豆 不如帮你选 因为我只要选到 但是有完整基因 这个基因的 就应该是抗炎 内盐的 那我就不用做转基因了 那我就选了 最后有三个品种 一号二号三号 首先我们用这个 基因篩算的方法 去找到它是内盐的 然后再在田里面 试它是否真的内汗 我们做了一个内盐内汗 因为在西北地区 有盐简的问题 也有汗的问题 那很高兴告诉大家 那在中国是需要 做这个正式的测试的 不可以乱举这些东西 给农民用的 那在2016、2017年 我们通过我们的新技术 再加上传统育种的智慧 终于就育成了三个品种 农亡一号二号三号 全部通过了 甘肃省的审批 是正式可以给甘肃省的农民用的 那一号其实是很漂亮的 你现在的豆很漂亮的 所以其实现在是有些食品公司 是在用着它 希望通过用我们的豆 在当地种得到 给一个合约给农民 让农民可以将它们的新农 变成他们的收入 二号呢 等一下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二号可以在一些 比较高海败的地区种 所以在山区里面 它的表现比较好一些 而三号呢 我们相信就不止在甘肃省了 我们将会去险西省其他的地方 试试可不可以再申请更多的批文 令到更多的地方可以用到这个品种 给大家看一些照片 我们的原则就是 我们想通过种大豆 因为它可以固淡 令到土壤肥肉一些 帮助到其他作物的生长 这是我们的原则 好了 那我们的例子 2016年 这些是我们的豆 我们捐了700亩地的种子 在甘肃省庆阳市 他们想种苹果脱贫 苹果可以收入好一些 但苹果需要三年才能种到的 苹果树需要隔开 苹果树是当树生大的时候 互相遮住了 中间留了一堂空地 一般来说就是种草 但我们说不如种豆 因为种豆最低限度可以有些收成 所以我们就跟他们合作 我们发觉种得很漂亮 这些豆 这些苹果树 今年应该第三年应该有苹果 他们 除了苹果树之外 我们要试梨 这个是王冠梨 这个不是苹果 这个是梨 这个是梨 我吃过的真的是梨 不是苹果 刚刚收成了 所以我们的豆收了 所以拍不到刚才这么漂亮 但是是可以的 可以试了 而且我们将它和不同的东西 是间作 因为间作的好处是 我们不影响原有的作物情况之下 种大豆 如果说你不要种这些东西 而是种我的豆 那些农民未必可以 但是我们说 你要种小麦 你原来种小麦 旁边种多一行豆 就是又赚多些 但是土地又好些 我们又种了湖麻 粟米 其实我们发觉很多都可以 因为全部都在西北地区试 那就是我们的豆 可以做这种间作 我们叫间套作 间作和套作分别就是 间作就是 纯粹说一行豆 一行其他东西 就是间 套作一切有时间不同 其中一个东西 先放一种 第二个东西 放一种更厚 这个是 因应西北地区的日照 它又不够种两座 但又多过一座 想拿尽它的阳光 1.5座 就时间差 所以这个就是 当地的农民的志愿 好了 另外一个应用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 很开心 这个是很干旱的地方 在平村 在甘肃 这些是我的豆 这个是我的伙伴 你看看我们的豆就可以生了 为什么要做这种东西呢 因为当你荒废了土地之后 你的有机质太低 如果你立刻想应用它 来做农地 是不行的 但是你要种一些内汗的东西 让它有机质增加 淡又增加 那这些土地就可以重新应用 这个就是 希望达到一个愿望 将来 我们西北地区 如果我们慢慢要 收索土地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些抗汗的作物 我们做了先驱的作物 好了 刚才那些主要的应用 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就超过了 3400公顷的累积面积 2019年会更多一些 所以我们预计 今年结束之后 我们会有 12400公顷的累积面积 即是多大呢 即是90个钟大 那90个钟大大不大呢 在香港就很大 在中国就很小 那这些农业 其实需要很多时间 因为你 一下子要有种种子 被人种 那些农民要用力的时候 都要考虑一下 他们的经济收益等等 所以我们希望 一方面可以鼓励他们种 另一方面就是 找多些食品公司 帮他们买 令到他们种出来的东西 变成收入 那他们就会 愈来愈多人种一些 环境友善的豆菠生物 然后又可以赚多些钱 又可以保养他们的土地 这个长远来说 是帮助他们以后的生计 但是希望他们 和我们合作一起做 我们也尝试通过一些 慈善团体 这个团体叫 黄土地基金 他们就会捐 即是给一些奖学金 给定西 或者其他偏远地方的学生 给奖学金的时候 我们就给了豆菠生物 纯手去 说不是豆菠生用的 不要吃了 是要种的 所以我的伙伴 就终于教他们种 我们去了三年 三年之后 其实是成功的 因为他们每个人有的地 很小 但这个地区的海拔 是2100米以上 其实是不太种到其他东西 我想豆 豆不是很种到 因为豆是很怕冬的地方 但它这么高的海拔 在山区 也没有什么能力 令到自己的土壤好 所以我说 你不如有空种这些豆 可能令到你下一轮 葬宿米又会更好 这一轮 这一年 2017年 我不是请他种 这个不是童工 这个是他妈妈帮我种 他的妈妈说 那年曾经大汗 大汗 但是我们的豆 又不死不活 直至水泥的时候 就已经生了 刚刚可以结束了新养周期 他们也很开心 我说 这些豆 我为何和小朋友拍照 我觉得这位小朋友 是家庭的希望 我也希望我们的豆 成为了这些山区的其他希望 所以我说 可以和两个希望一起拍照 所以我们完成了第二步 真是可以由实验室的基因组研究 去到农田 即是我们可以真是去到 帮助到人有这个产品 我们完成了这两步之后 接着我们想一下 我们第一步说要把大豆回家 我们完成了第二步说 我们要去到农田 我们在香港这个角色 接着应该怎样呢 香港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 我们的角色是要面向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也不一定是 只是指于发达到美国界 其实我们要面向很多不同的世界 我们的大豆研究 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项目 如何去由中国 又回到世界上呢 这是我们第三步要和大家分享的 其中一件事 我一直在心里面就是 我本来2008年的时候 开始做大豆研究 其实我是很想做一个参考Gang组 什么是参考Gang组呢? 我们去量一把尺 才知道多长多高 其实我们做Gang组研究 我们不会每个豆都做到这么精细的 我们做一个精细的 所以和它比较 这把尺 这把尺 去到我第二部曲的时候 都是依赖美国人发表的参考Gang组 那是栽培大豆的参考Gang组 所以我做野生大豆的时候 很多东西如果是野生大豆独有的 我们是不可以用美国人的尺 所以我很想做一把尺 但是我2008年的时候 不停做 我的合作伙伴 经常说 不如发表吧 我说 都不是完美的东西 我发表做什么呢? 他说要出文更重要 我说不是 要做一样东西 出来更重要 所以我一直拒绝 直至 我们要坚持 千万不要被人动摇 说什么都没用 总之我继续 好了 2019年 今年我告诉大家 经过了十年的努力 终于成功了 我们为全世界 研究了第一个野生大豆 高质量的参考Gang组 这个在几个星期之前 就在自然通讯上发表了 而且我将所有数据上传给 一个公开的网站 全世界所有人 都可以利用我们的研究 深入地研究野生大豆 和栽培大豆的分别 我为了要说明 我这个有什么重要 这个Gang组 其实我在今天的文章里 我做了很多 我在这里 我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这些就是 野生大豆 黑色种皮 我们现在说的黄豆 其实是栽培豆 其实是曾经我们的 祖先觉得 黑色的不好看 我们就选了一个黄色 于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黄色 更漂亮 那为什么呢 因为黑色变黄呢 其实是一个迷 后来我们就说 我既然可以做了一个 野生大豆的参考Gang组 那么漂亮 我就证明给你看 是用到的 于是我就把 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的Gang组 然后就对比了 就发觉 原来其中有一个区域 是产生了一个 一个盗装的 而这个盗装呢 刚刚好 就令到 腫皮上面的色素 沉默了 它也沉默了 没有色 黄色不是皮的色 如果大家下次吃大豆 吃黄豆 吃黄豆 是黄色里面的色 外面是没有色 所以 为什么没有色 因为沉默了 为什么沉默了 因为有一个盗装 我们说 好 那我们可不可以证明 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而不是我们的大豆呢 于是我们就在世界上 找到不同的豆 总之沉默是 黄色豆 即是母色的肿皮 是一种款的 沉默是有盘色的 有深色的 就是另外一种款 原来 我们在大豆的进化史里面 曾经发生过一次度状 于是就产生了黑色 和黄色的那种豆 还有些复杂 不论了 因为其实有些是黄色豆 但是肚子是黑色 有些是黄色豆 上面有一点点黑色 是很多款的 那些不要说 先说一些容易明白的东西 因为原来我们是 可以读到很多这些数据出来 于是可以回头去问 野生大豆 你发生了什么事 和现在这个 栽培大豆有什么不同 有没有一些基因 可以適合我用 那去拿出来 那这个我们觉得 对这个世界 可以开始进行 给了一种帮助 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个 由中国去世界 其实 我们有一个 我读了一个非洲的言语 他说如果 大家想走得快 你自己走 但是你想走得远 一起走 所以我们 要向世界迈进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组织一个团队 不可以只是自己走 所以我很高兴 我在中文大学组织了两个很重要的团队 第一个就是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那里面 就是得陷了很多主要做植物和基因组学的同事 也得到这个中国科技部的同意 我们成立 那我们这个团队 很多人都会和我一起做这些灭霉 向世界的大豆研究工作 另外一个团队 就是一个跨学科跨地域的研究团队 他就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其实是RGC 第七轮卓越学科领域支持的一项目 也是由我做这个主任的 就是通过和香港和世界各地 中国的人合作 一起去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基因组里面 究竟是受什么调控 这些调控如何是可以解释到 植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植物受环境影响 我们知道了 种了植物之后 影响环境 我们也要知道 而这些所有东西 要用高端的研究 基因组去解释最根本的基理 理解了之后 有一部分可能回到农田里面 可以应用和改善农业 这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 我们也利用这个世界大学联盟 因为中大是其中一位成员 我们就办一些会议 但是那些会议 我们尝试除了一些出名的科学家之外 我都聘请到年轻人来的 因为我们如果全部靠一些 上了年纪的科学家 很快就会结束了 但是反而我们鼓励一些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年轻人 在一起 在他们的事业的早期 有些伙伴一起去做 达到我们想说的 我们要走得远 我们一起走 也都包括这些年轻人 通过这些努力 今天我们大大的研究 其实这个网络 如果只是纯粹计算地域 包括了北美、南美、欧洲、非洲、澳洲、亚洲 七个州里面 我们有六个州 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在 如果将来旅行 就很方便 打电话 在某个州便可以去到 好了 那我们这三部曲 接着我们会想做什么续集呢 通过这些网络 我们想下一步做什么呢 其实我选了两个 我认为很重要的项目 第一个是我会去南非 我在数年前第一次搭捉南非的时候 我听了一个非洲人的演讲 我觉得很有感触 他说南非经过很多代人的努力 终于解除了这个种族隔离 但是他们的经济隔离是未解除的 比如说白人可以拥有很多很漂亮的土地 但是黑人很多时候都是拥有很小的土地 所以他没有能力去改善他的农作 我记住 他说种大豆这类经济作物 是会有助于减少这种差异的 他是这样分析的 我记住了这件事 另外就是在2019年 我们通过世界大学联盟 我们一起的研究 发觉很特别 如果我们要估计2050年 全世界哪个地方会种更多大豆呢? 南非 OK 可以了 即是真的 很多年前讲的预言 其实真的可能会在非洲发生 于是我就去了南非 这是我来的 这是一个白人的土地 你看到很漂亮 但其实他们有87%的土地是干寒的 但他们用农盖去解决 因为有这么大的田 他自然有能力去做农盖 但很多小龙户 他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大型的农盖 譬如他有两公斤以下土地 叫小龙户 但主要是黑人和女城 所以我接下来的合作 很希望针对他们 我首先进行了一些早期的研究 这是我给南非示众的品种 这是他们的品种 在很干寒的情况下 大家看到分别的了 我们那些好像不错 但他们那些就不行了 他们已经证明了 我们都是抗汉的了 但是他们当地的品种 抗当地的真菌是给我们好的 他们已经住了这么久 我们都适应了 不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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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些好的东西加在一起 然后我们希望这些品种 主要是给一些小龙用的 我朋友来到香港 这是吐露港 我们在吐露港 我们一起在做了一个梦 在共同梦想 就是希望可以利用科学的能力 去令南非的小龙湖 拥有改变命物的能力 我今晚在这里说完之后 我凌晨就会搭飞机去南非 我今次就不去看 刚才那些八年的大田 我是去小龙湖那里 跟他们接触一下 还有这个朋友 他已经找了17个不同的科学家 他会接待我们 希望我们 我也不是一个人去 我也带了几个香港的同事一起去 希望通过这个 队伍与队伍之间的交流 真是可以在未来里面做到 帮助这些小龙的工作 另外一个我想做的东西 比这个梦想再大一点 这个其实是和韩国人有关 这些原来是野生大豆 那棵树 你看看很不同 有些可以生 有些可以生 有些可以生成一棵树 所以野生大豆是很神奇的东西 但是一位韩国教授 他说他收集了三千种 他说他很愿意和大家分享 但是他不想和一个人分享 他想和全世界分享 所以我和这位郑教授的共同研究 就是有没有办法去建立一个国际大豆研究所 然后令到所有做这些工作的人 都可以自由地交换知识和种子 他说如果我们成立了这个 在哪里成立都不要紧 但是他可以将他一辈子的努力 放出来给大家用 他不想分了个人的财产 我只是说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他 如果我们两个人退休之前做不到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去做 但是我们要将这件事向前推动 令到这件事慢慢会成功 水道有这个锁 国际水道研究所就是做了这种模式 所有人去做完的研究都可以拿走 都可以给所有人用 在菲律宾有一个这样的锁 我希望大豆也可以有一个 当然这个是很漫长的 需要很多人的支持 好了 这样 这个三步谷之后 其实我想说一下外转 因为其实我们除了做研究之后 我们的研究可不可以 可以帮助到教育呢 是香港的 中学教育 所以外转 也不是我的正转 好了 我讲一个例子 上一年我启动了一个 叫做Steam at Soybean的计划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A是Art, Liberal Art 博亚教育 人民的价值 好了 这个项目有三大部分 一个部分是叫学生自己去种植 自己去做个农夫 然后我带他们去西北看大豆的种植 和当地的年轻科学家对话 然后最后 他们个别学校会选择做一些深入的探究活动 中间我会和他们讲一些讲座 例如农业糧食、生命之存 即是水的重要性等等 他们的报告 其实我先头都怕他们做不到 有没有什么要讲 他们做不到也有什么要讲 那些学生很聪明 他说我做不到 不过我找到一个空手 他就拍下了那一只虫 咬他的豆 然后他上网查到 他说这个就是空手 他咬了我的豆 所以我做不到 他说好聪明 另外一个很有趣 他说你经常讲哲水 我想到一个办法 他说我们学校有冷气 当然是流水的 于是他就用一个盆 做了一个管道 摘了水 就滴到他的大豆 他说这个算不算摘水龙业 那很有趣 我觉得那些学生很有创意 我觉得 原来就算做不到也很多 是讲的 是很好的 所以我带了九间学校的学生 去了西北参观 中间他们做了很多报告自己 说公仔落田 他们落了半天田 已经觉得很辛苦 我说农夫每天都要落 其实落了一个多小时 我说已经很累了 他们更加明白这个农夫的辛苦 我立即安排机会 去跟当地年轻的科学家对谈 他们回来之后 就写了很多分享 有一次机会 有人邀请我去讲 我讲这件事 我说我不讲了 给学生讲 其中一间学校的学生 就去讲了 他们叫这个 叫大豆回家之路 这是他们叫的题目 然后有一张幻灯片 我很感动 这个学生说 我去完这个旅程之后 我未必会做农夫 也未必会种大豆 但学了一样东西 世界很大 所以未来当他选择的时候 他要好像植鹰 飞得高一点 望得远一点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已经达到了我教育的目的 我不需要每个人都去种大豆 好了 这样 整件事情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 可以完成 其实是一个 从我的老师到我的学生 是一种承传来的 所以我要介绍我的老师了 我一个碩士老师 是王玉山教授 我记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很特别 当时我们没有钱做研究 所以王玉山教授 常常教我自己做研究工具 他说没有研究工具 自己做 这是科学的创意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动手的能力 我们怎么做科学呢 第二 这是我的博士教授 他很严格 因为他说每一个结论 都要两个证据支持 否则他就不相信 所以搞得我差两年不用四年了 很严格 到底怎样呢 我那次考试 我加份功课给他 我做了一个月 他看了三秒钟 扔了垃圾桶 然后说这个是垃圾 那可能真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 科学里面的严谨 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我的博士后老师 我常常给他一些数据 然后他说 我都不知道什么用 然后他说 很厉害的数据 因为他可以看穿到 平凡数据后面 不平凡的意义 科学里面的洞察能力 没有洞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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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了一个科学家能力 走得多远 所以这个老师教了我这个 回到香港之后 我遇到三位年长的老师 他当然不是正式我的老师 但我都当是老师 第一位是刚才说的 是邵老师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做研究就不是为了出粮 因为他曾经 搞到出不了粮 但他仍然要上班 他认为他的研究的意义 不在于出粮 我觉得这些是很重要的 虽然我有粮出 但是 我和一些学生说 有时你出粮少一点 都应该继续做研究 另外一位张奇老师 亦都是中国语业科学院认识的 他用身体力行说明了 做人要有承担 也都要手诺言这个道理 给我听 还有一位老师 他不肯和我拍照 我说浪费他的时间 就是护手英教授 他有一次问我 我说你知不知道大豆花是怎样的 我说大豆花好像橄榄那样小 那是怎样的 他说你可不可以画给我看 然后我画不到 然后他就送给我 他说大豆花是这样的 他找他的学生在显微镜下面 用手画出来 他说当你说自己认识一样东西 在研究研究的时候 你必须要对它观察入眉 当你对象都不清楚 什么时候 你做什么研究呢 我觉得这个是 分娩 就是对我一个警醒 所以我不停地对着一幅画 不停地仔细地做东西 好了 这样我们的研究当然 除了我的老师 除了我的学生 我有很多学生 他是一个不同世代 不懈的努力的成果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景 就是为粮食安全 和可持续环境做贡献 由实验室走向农田 由中国走向世界 从研究走向教育 我是新夏书院的毕业生 我也有新夏书院院长坐在这里 所以我特别 就用了之前的合一做个背景 我亦都想说 其实新夏很讲究的教育 是要承传知识和价值的 决一不可 在座可能不是新夏的同学 或者是朋友 我想跟大家介绍两个新夏的学规 第一条 求学与作人 贵能齐头并进 更贵能融通合入 第二条 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 求学之最高指锤在造日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 新夏书院这两个很重要的学规 各位朋友 各位年轻的同学 我们去做科研就好像耕田 我们用汗水灌溉 用我们努力耕耘 有时我们会看到收获 有时我们会很迷失 但当我们把自己放高一点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更广阔的天空 我们这个研究 其实很感谢农业生物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支持 研究资助局卓耀学科领域的支持 罗桂祥基金支持了大部分的 田里面的实验 因为田里面的实验 是很难得到资助的 罗桂祥基金的资助是让我们 可以在田里面做到很多工作 尼希四基金在我们开始的时候 被推动我们 好像发动过引擎的时候 他给了很多帮助我们 当然我们要多谢中文大学的包容 因为我们的研究是 要很久才有成果的 他包容了我的存在 我也要多谢我的太太和家人的谅解 因为我常常对着豆 多了我对着他 我们三十周年珍珠分纪念 我没有送到珍珠戒指给他 我送了一粒豆做的戒指给他 他也很包容我 还要多谢在了很多以往或者现任的学生 在教育和在科研的道路上 认识的朋友 我的小学中学大学的校友 你们在每一个阶段都 原谅着我的旅程 令我可以有胆去探索更远的疆界 多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麻烦Dr.Lang 麻烦Dr.Lang在中间就座 我特别喜欢Dr.Lang的最后那几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是社会科学 我就是社会科学出身的 我今天更加明白什么是社会科学 科学都是科学之一 在这个时候我想邀请李家乐同学和我们一起聊聊 我在商台学习四个字叫做 无大无小 意思是无论你年纪多大 你说的有点想说就随便说 我们现在这二十分钟呢 都是一个无大无小的环节 你不用担心 咦 副校长没讲话 叶健元也没讲话 张云严也没讲话 我不讲了 不要紧的 中学同学 还有我刚才看到有个小学生 不知道是小二还是小三 你有问题 在这个时间随便举手问 我们一直谈 总之你有问题 想随便插入你 没问题的 我们今天很轻松的 所以这个时候 谁想随便发问 可以举手 如果暂时没有你们的热身 我们跟李家乐 和Dr.Lang聊聊天 因为我不是很熟大豆的 Carol呢 就很熟稻米和大豆 那你介绍一下自己的Carol好吗 大家好 我是Carol 其实我以前就是跟Dr.Lang 林浩明教授 就由大学一年开始 去到我毕业 我都在她的学校里面 做过一些帮助 甚至是在最后一年 都做过毕业论文的 那个project 所以 那你就转了去做医学 是的 但是我最后就转了 现在是去了医学院 读着PhD 但是其实在Dr.Lang的科学里面 都学到很多 就是分子生物技术的一些技巧 对我现在的研究都很有帮助 所以就真的很感谢Dr.Lang那时候的教导 但就快要解释你 其实我相信的 我知道你不是开玩笑 那段时间怎样捱过呢 会不会有些感觉 好像自己 大气猛城 十几年是怎样捱过出来的呢 首先要生存 我经常有一个给自己的忠谷 给我的学生说 挑战如果他不能够杀了你 他就会令你更加强大的 但是第一件事 先不要死了 所以当然我重要研究 就是不可以说我每一年都有很重要的研究 但是我都会做很多不同的研究 就是重要的研究是需要做的 好的研究也是需要做的 我和一些学生说 不一定说我们要做很多研究 也不一定是每一篇文章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要做好的研究 那些好的研究将来 会有其他人接上去 或者会做到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也是有其他的研究发表 就不是只有三星文的 要不然我们應該离开中大很久 但那段时间难不难捱 因为每个科学家都希望有自己最独特的 发表等了十多年才有 中间有没有一些地方是 算了 必然我做到最舒服的了 我不做了 其实很多同事都问我 是不是值得 我觉得人生只能走一回 如果我不去做 我永远都不知道我会否成功 如果需要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全力以赴 不要再想太多其他 如果不是这样就怎样呢 因为你选择了 选择了就去做到最好 当然有很多低潮的 因为在香港始终做农业 到今天都不是一个很热门的课题 例如Carol也选择做医学 Dr. Lamb你又提 我也知道你心里面记住 有很多学生会选择去做其他东西 但有的时候我会 一段时间因为我的经费很少 所以我又要考虑一下 让一些学生离开 是我要主动请他们离开 其实是很伤心的 可能在座有我的学生坐在那里 你知道我那时很伤心 因为我有几个学生 从开始的时候 跟着做大豆的项目 到当我们的经费真的不够的时候 那我就决定 让哪位学生先离开我的实验室 其实这些学生 他们跟我经历了什么呢 他们就是经历了我很早期的时候 然后我在垃圾房 收拾了一块白板 我把白板放在桌面上 和我的学生在那里画 我未来的蓝图 其实因为我用PowerPoint 当时我用筆而已 是很开心的事 但当这些 和我很早期一起奋斗的学生 因为我不够研究经费 要他们离开的时候 我怎么想呢 第一 我觉得这些学生 一定会没有问题的 因为在我的实验室 训练出来的人 一定会做得好工作 所以我首先是给最有能力的人走 让他们早点出去 职场里面去做更好的工作 幸好有不同的人支持 也有学生愿意坚持 令到这件事没有断 令到在最低谷里面 完成了我们最重要的研究 刚才你这样说 那些全部都是租康之妻 你这样透气他都真是挺辛苦 我只有一个 那些是有共患难的学生 但我觉得他们现在都很有成就 为这个世界服务 有很多种形式 在他的能力 可以做不同的工作 当然我希望最能力的人 都在我的队伍里面 但更加重要的是 要为这些学生的未来 他真正的志愿 而帮他们去达成 而多于强留他们 在我的城市里 帮我达成我的志愿 因为我只是一个人 他们是很多人 他们有很多 为世界可以做贡献的 各方各面 这句可能就不要录你方便一点 因为都中大很多人在 不过我又敢问 你刚才听你这样说 会不会如果大学 甚至整个社会 肯放多些资源去帮你的研究 今时今日你会走得更快 又或者是香港的地位 研究大豆的地位 会更加重要 但我想这个说话 可能所有在座的同事 都会问同一个问题 每个人都会觉得 你会想多些资源到我的研究里面 应该都会走得更快 所以我觉得都不可以完全是说 一定是要别人 怎样去帮助自己 首先 机会 只是留给一些有准备的人 当机会未来的时候 我们不是坐在那里等天烈来 而是我们去充实自己 去寻找一个方法 然后当机会来的时候 当有人觉得 你的东西都重要的时候 我拿到一些东西出来给人看 当我去说服 华大基因研究院 和我一起做大豆基因组研究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做了很多年大豆的研究 我可以上海和他说 我告诉他 其实大豆在中国来说有多重要 当我去说服 李希腺基金和华销祥基金 他支持我的时候 他们曾经问过一些很到肉的问题 就是一些田里面的东西 是因为我真的去过 所以我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我觉得我是准备好了 当机会来的时候 我去把握他 所以我不会埋怨说 机会不来 我反而是更加觉得 每个人都很抑制这个机会 而每个人都很好地准备 等待机会出现 刚才 Dr. Lam 你就说到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坚毅的意志 才可以捱过 但其实刚才说到一些实际问题 譬如经费不够 又或者是那时候 一定要一些学生去走 其实这段时间 会不会有其他的因素 令你有机会去继续研究呢 例如俗语也有说 公欲善其事必先离其器 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 或者是那种研究的工具 你怎样去创造 或者刚才你刚刚说 要自己创造一些工具去做 那其实你怎样去解决 克服这个困难呢 其实我早期的学生 可能会特别清楚 我都很讲究 如果我们没有钱 去买一些很先进的仪器 或者一些我们叫做法学品 其实有取体品 我们可以只做一些出来 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到实验下去 所以我们不要相信 不要盲目相信 是用钱去买这个好的研究 不一定的 即是一个好的创意的意念 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好像我以前的老师说的 一种洞察力 看到问题的重心在哪里 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有一些实验是需要钱的 但也有很多实验 其实你有钱都不一定做得到 因为你没有这种洞察能力 我们在最贫困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停有产出的 即是我们是用不同的方法 去做一些不同层次的工作 刚才你提过 如果没有工具 就自己做 可不可以分享一个 你真的自己和学生 一起做出来的工具是什么 或者说一下 早期的时候 我回到中文大学 什么都没有 基本上 我连种植都没有 于是我就去垃圾房 我去垃圾房 整理了很多角铁和灯座 因为那时候很流行玩家 所以很多角铁和灯座 丢了的东西 其实灯座没有坏的 只是一支灯座坏了 于是我就自己重新砌过去 买几百个板 铁到差不多的尺寸 然后去鸦寮街买几个时间制 就可以控制这个 什么时候亮灯的灯 就可以种植物 我去这个实围 买了一个暖气的 因为当时是冬天 我教他们几多度就懂 我投了两篇 都是很重要的论文 都是用这些方法做出来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写 我只是描述它 给那些人知道 我在几多度至几多度之间 就种植物 都不敢告诉他们 原来是用一个 隔铁砌成的架在上面 自己放眼灯下去做 因为一般人都可能买一个 我们叫做高窗 买一些横红的种植商 但是我们那时候 真的是下手去做 我学生还一起帮我割木 今天好像他不在 搞到半天三家 也挺像我们以前拍港产片 没有钱就是这么正常的 我有没有在座 有没有朋友想和 Dr. Lam 聊聊聊天 我会想问一下的问题 多谢林教授的分享 刚才你提及 在早期你开始做研究的时候 你自己担心找一位叫 邵桂花老师 希望他就可以把研究的方向 和资料和你分享 其实要求他把那些 不生的研究成果 和你分享 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合作的人 都会有一个压力 如果他给了你 你怎么都要把他发阳光大 令到他的成果 不要从此被淹没了 但是那时候你也说了 其实你对于大豆的研究 其实不是很认识的 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样的胆量 去做这件事呢 我想我们做科研的人 会对自己的能力 有一定的认知 譬如他那时候做的 主要是用一些传统的方法去做 当然他的传统智慧很充足 但是他对于分子生物学 没有这个训练 我最低限度在早期的时候 我的分子生物学训练是很足够的 我相信会将他的研究向前推进 那究竟是否真的做得到呢 我对自己有信心的 但是因为当时可能工具还没齐 我们就 其实也做了很多 和抗炎的基利有关的论文 但是还没找到最后的最重要的 直到2014年的时候 才找到 其实我找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第一件事就打电话给这位老师 我说我对现了我的承诺 我想他们可能会有点感动 终于会哭 因为我说我发现了你很多年 我已经成功了 我们先接受了 真的找到你想找的东西 是很大压力的 因为我从1997年90年认识的 一位老师到2014年才成功了 做到这件事 其实中间经历了很多年 虽然中间我们也做了很多研究 但始终还没捉到最后的答案 这种压力也是一种变财 对别人的承诺是一种变财 让自己再不断的老人同时突破 有没有其他同学和朋友 你们可以随便举手 我们谈完计先 那继续可以 刚才你提过 其实大豆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 是可以抗炎 其实除了抗炎之外 大豆有没有其他的领域 你很想研究到抗米其他东西就不得了了 其实跟其他农作物一样 农作物受什么影响呢 炎简 肝 汗 病 虫 害 这些所有农作物都会面对的问题 而大豆也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功能 就是可以抗炎 如何去令大豆更有效地抗炎 令土地的有机炎更加丰富 这些是在大豆里面特有的课题 我不是这一行 只是要问多一点 固炎的重要性是什么 比如我刚才说的 空气队里面有78%是氮气 但我们变不到氨基酸和蛋白 但如果是通过种疫大豆 就可以将这些 在每一年每一公斤 有100公斤的氮气 变成有机的物质 是不需要你用机器和能源去做出来 也不会像毛基氮污染你的水源和空气 所以这个对于环境来很重要 2017年联合国定了 那一年做世界豆科年 其实它就是希望全世界推广下种植豆科作物 通过它的固淡能力来减少用农药 改善土质 因为我们做大豆它更加有经济价值 所以我们就集中在大豆 其实世界中有很多豆科的植物 在世界各地里面 都应用着改善这个环境 你猜你退休之前能不能解决 我有一句说话是这样的 功诚不必我再 不是因为我退不退休 而做不做完这件事 我在退休之前我会尽我力量 去将这件事向前推进 但是世界的科研是不停向前进的 不会结束的 所以我更希望利用我们 现在有的能力去给更多年轻人 更多的机会 去鼓励他们去做更多重要的科研 去支持他们 让他们在下一世代 再下一世代 做到更多更严的事 我们现在做的事 远远超过我们老师可以做的事 但是我相信我们学生 可以做到的事 都远远超过我们可以做的事 你刚刚提过 可能要下一代才能继续接盘 继续研究 这是等我退休之后 还年轻人 其实你刚刚提到过 香港对于农业研究都比较冷漠 或者大家都对这个话题 不是特别的热衷 你觉得有什么方法 可以吸引更多的资源 或者鼓励更多的科研人材 去加入你的行列 做这个大豆 或者是农业的研究呢 好 谢谢你的问题 香港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 因为我们没有粮食的问题 其实全世界有很多人 是面对粮食的问题 其实因为饥饿而死的人 是多于HIV加上肺炉 其实每年都很多人 是因为饥饿而营养不良 甚至是死亡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视野放软一点 将自己变成一个世界公民来看 其实粮食安全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说回到香港来说 如何可以发展呢 我经常觉得我们将农业 这东西看得太过传统了 好像说起农业 就是拿着一个座头去挖地 就是这样了 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每一样东西都有去过 现代化的过程 农业在很多地方都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 比如在美国和欧洲成为一个收入的来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那个 如何去种植 如何去选择品种 我们加了一些科学化的知识 我们将农业现代化 变成一个产业 一样可以令到年轻人 有他的发展 而不仅是挖地去耕田 只不过这种认知 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是需要多些人去推广这件事情 需要政府去理解 例如我们现在有农业园 或者会有农业园 究竟会不会真的在里面做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作为做农业的研究的人 我们当然会向政府提出很多意见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而是为了每个地方 完全放在农业 其实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所以我希望 我还可以在退休之前 可以去推动这件事情 我也很想问 香港是不是真的没有所谓的良性危机 让大家知道我们大部分都是靠入口 有一天 不知道哪个地方不给我们 其实我们有良性危机 香港有没有条件 有没有需要发展一定自己的食粮 我想香港现在的人口 以及我们的工业化 以及我们作为一个商负 如果将大量的土地发展成为农业 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反而是我们应该发展一些独有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发展一些技术 例如我们可以推广一些绿色 环境安全 对环境好 认证了一些好的食品 香港可不可以做呢 比如说我们认证一些 这样的种植方法 或者是这样的作物 是对环境好 对人健康好 然后将这个知识推广到我们附近的地方 例如利用现在我们 例如周边很多地方都在发展中 香港可不可以利用我们的品牌 利用别人对我们的信心 利用我们训练了这么多年轻有为的人 他们有很多知识 我们是需要去推动这件事 但是去推动这件事 是需要几个方面一起进行的 首先政府有政策 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些愿意投资 在这方面的商家 那我们的学生 不要太快去医学院 哈哈哈哈 其实刚刚说到这个话题 就是说 为什么我会由大豆变成去了医学院 其实我也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作为一个学生 作为你是一个老师 你觉得如果对于有志去投身 科研这个行列的学生来说 你觉得他们应该选择一些 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一些研究 课题 还是可能对于世界上 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去做研究呢 你觉得哪个重要一点呢 是兴趣还是重要性的研究 因为这个事业本身一定是配合自己的能力 如果你对那样东西完全没有兴趣 那你当然不应该做 因为你变得受苦 但是对那样东西你没有能力做 你只是去玩一下 那你只当去玩一下 所以第一件事是认识自己很重要 究竟自己的强项在哪里呢 是否做科学研究呢 还是做管理呢 因为其实世界需要很多种人 就算是金融经济也是很需要的 做医学也是很需要的 究竟是你最适合的是什么 而是你愿意投身去你最适合的 那你就会发挥到最大的功能 是 多谢林教授和你今天分享 我想再问一问就是 这个大豆研究 就是由实验室去到农田 我觉得农田不是一个宗子站 应该不是一个终点 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的市民 餐桌是我的终点 就是说你在农田如何去到餐桌 是我实际的问题 那身为一个科学家 如果在农田再推进去餐桌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太过商业化 会影响到你的研究 因为刚才你提到 会有其他商业机构 可以帮你推动这件事 但是身为一个科学家 你在中间要负责 或者是要表演一个角色 你的角色是什么 因为一直都很纯洁 科学家就是科学家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一个半小时的分享 很感谢林教授 因为莫议良多 如果身为一个普通人 我们如果是认同你的理念 我做些什么去配合呢 我去私下市场 我去怎么做 或者我去市场 我应该做些什么 因为我去不到农田 我没有那么大的魄力 我去农田和你选择不同的种类 我去认知哪些是好的东西 我只能接收到我的结果 最后的制成品是如何 可以由你的科研 那么辛苦的努力 去贡献这个社会 我们一个普通的人 如何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我不是说要配合你的目的 我们叫农业生物科技 由农田去餐桌 这个是食品营养科技 其实是两个部分 但是我刚才说 比如商业化这个问题 如何理解呢 我觉得一个可持续的发展 是不需要排除商业化的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商业的运作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能持续下去 只是一个比较公平的贸易 比如说当我们去农民去 我说回联合国在2010年 他提出一个 气候智能农业的里面 有三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就是 我们未来需要增产的同事 要增加农民收入 我们要求的一件事 不是不去商业化 而是商业化的时候 如何令到生产者 可以获得他应有的利益 令到他鼓励他们 他们的努力是和其他生产者 例如做工业的人 应该都是一样被尊重 和获得他应有的利益 只要在这个前提下 才会有年轻人愿意去从事农业 对不对 至于说我们平时 我们普通的人 如何去做呢 我想一时三一 要大家去超级市场 逐个罐头逐个菜 去对一对它是怎么样的 我相信这也未必是可行的事 不过我想整个社会来说 应该是更多鼓励社会 去做多些农业的技术 多些鼓励环境友善 和绿色的技术 和多些鼓励一些公平的贸易 令到很多年 一直受着一些不公平对待的农民 可以有自己应有的部分 我希望在社会内 形成这种共识 到将来 如果一些技术成熟的时候 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有没有其他 林教授你好 我最近也有一点迷茫 关于科研这件事 如何落实到实地上 因为我可以见到有很多人 或者很多科学家 他们的理论 只停留在实验室 但我很佩服林教授 一件事 就是你可以真的将你的科研的结果 应用在这个世界上 和为这个世界作出贡献 其实我很想问 在林教授的观点里面 这样做最大的难处在哪里 我可以见到你刚刚 在科研上 又被贫困农民送种子 又到周围去考察 但其实可以见到 他的成果都只是比较初步 我是想问 其中有没有什么关键点 可以令到这个科研真正落实到地下 特别是对于你的研究 谢谢 好多谢你的问题 刚才说了部分 那些关于社会认同 科研经法的 我们不讲的 真正要落地 其实是要得到 農民的支持 和信任 因为如果他们不支持 和信任 根本是全部难行的 我们在香港那么遥远 其实要获得信任 我们一定要经过一些 当地的科学家 我们要跟他们一起 我们要放下自己的身段 不要觉得我们做基因组 就好像高高在上 然后在田里面工作的人 好像是我们的下线 那样 其实我们是在做不同的事 当他们觉得我尊重他们的时候 他们会很乐意地带我去 去到认识他们的朋友 认识不同农村的人 然后当他们信任我们的时候 他们会愿意试我们的成品 他们明白我们不是想 利用他们做科研 而是真的有真心真意去帮助当地的人 这些信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 但是这个人和人之间的信任 是很关键的 一些事情可不可以落实的 记不记得花了多少月 多少年的时间 去说服一群人信得过你呢 可能很多人到现在都信不过 我也不记得 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去的人 但是有不同的人 有些人是经过了几年的时间 例如邵老师也经过了几年的时间 才相信我 那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的同事 一两年他就开始相信我 因为我拿了些东西去给他一起做 那农民始终也是有一段距离的 我都未觉得他们完全信任我 但是因为我是尝试将一些食品公司的订单 可以交到他们的手上 令到他们可以换到钱 我希望他们明白 我不是想帮食品公司去赚钱 我是想帮他们 将他们的劳动成功去换钱 我很难说需要多少时间 因为不同人是需要不同的耐性 给一些高一点的朋友问 坐得高一点的你呢 你好林教授 我经常说大豆大豆有黄豆黄豆很混乱 刚才你说大豆变成了 鸽是透明了才变成黄豆 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黄豆 或者大豆突然变成黄豆 刚才你好像没有特别说到 可不可以再多说一点点 是因为其实 农民以为你见到黑色的豆 和黄色的豆 我相信我们早前觉得黄色的豆很漂亮 譬如我们最喜欢的是金黄色的豆 然后肚子是白色的 好像我们做食品的时候 没有什么杂质出来 以往的农民都是这样选的 但到最近又觉得 原来黑色的豆有很多 花青素又健康些 所以选择黑色的食品 但我们有很多很多年 我们都觉得黄豆是漂亮一点 和受欢迎一点 教授如何选择漂亮的豆 其实你问我的选择和农民选择会不同 我的选择当然是抗炎耐寒 还有比如我们类似野生的豆 它们会多一些抗氧化物 例如那些二黄酮 其实是越近野生的那些越多 但是你多一些这些次代植物的时候 其实它的味道也未必是那么好 所以以往我们的祖先 可能已经选择到 尽量弄走这些二黄酮 所以我们黄豆 那些很漂亮的豆 其实是很低二黄酮 但如果是黑色的 或者近野生的那些 是很高二黄酮 以前没有这个知识 不知道二黄酮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知道了 反过来还有一些 类似野生的黑色 好 刚才黄先生 林郭秀 你好 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 都有一个概念的误解 譬如我自己也是 就是我们经常听有机大豆 有听到一些基因改造的大豆 刚才在林教授你的解说的时候 你会说到就是野生的 和人工栽种的 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 和我刚才说的是 基因改造和有机 他们相互这四个关系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你教了很多不同的农夫 他们出了很多力量 去栽种了一些农作物 但去到市场的时候 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旅选拣 我们能够去真的 买到他们的作物 其实推动了他们有收益 你的研究也有直接的得益 就是证明到有在市场里面 或者是经济的效益 我记得在13至14年到 在欧洲 以意大利为首 他们是抗衡了 美国的基因改造的大豆 进入他们的市场 但这几年的变化 我不知道 因为在野生里面 我们仍然是保存着 一些传统的作物 刚刚这个周末 我去了香港一个有机农场 看到他们能够栽种 那些草莓草莓 很开心 最传统的作物 能够在我们自己 香港的土地生出来 我会觉得很开心 所以你刚才说到 一些野生的大豆 在中国的土地 再重新出发 我也很开心 但我们想想 我们香港人怎么能够栽种 我尝试解答你的问题 我们野生的东西 就不是用栽种来吃 因为野生是 在自然环境内生存的 一些物种 我们很多 例如蔬菜 粟米 全部都是 我们在野生很多物种 里面去选择一些 人喜欢的东西 变成栽种 例如粟米 菜 大豆 水道 所以我们 我们在讲的野生大豆 是在自然环境内 它能够生存 保留下来的一些品种 就不是在田里面 田里面的 我们主要是栽种大豆 栽培大豆 或者培植大豆 同一样东西 那什么叫做有机大豆 有机大豆 不是说那些豆 是说栽种的方法 你可否说有机 就是你栽种它的时候 土药里面 有没有一定的 化学成品的检查 令到它不带有 无机化学品的残留 需要有几年的时间去清除它 而你用的豆 是否都是在有机的土地 里面种出来 种子开始的 是有一定的规格 才叫做有机大豆 有机耕种究竟 是不是对世界好呢 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一般来说有机耕种 用少于农药 应该是好的 但有机耕种 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产量较低 因为产量较低的时候 世界就要用多些土地去种它 用多些土地 就反过来 影响我们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这两样东西 如何平衡 首先就是希望有机耕种 能够的产量达到 常规耕种的水平 那你就可以一方面 没有环境一方面 不需要用土地的土地 至于转基因大豆 大家明白了 转基因大豆就是 将药尼基因放入大豆里面 令到它达到 某一些农危的性状 现在这个技术 当然是以美国人 是最优先 美国人将这个技术 传给巴西和阿根廷 就是在中国 买进口的80%的大豆里面 其实大部分都是转基因 但是转基因 是否又好像大家觉得 好像很害怕 我前面听了一个讲座 有一个诺贝尔得掌者说的 他说现在全世界 有140多个诺贝尔得掌者 一起联储 希望大家不要再反对 基因作物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技术 如果用得好的话 可能是有助我们人类 未来糧食的保障 我自己的立场就是 一切都是循序漸进 我们要做多些风险评估 如果能够用传统方法 那我们就用传统方法 但是去到一个地方 因为到了一个一点 传统方法 已经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用一些新的技术 我们不需要害怕 就正如大家 我想大家每人都有手机 但是其实手机都放很多 很多运动出来 其实会不会对我们身体 构成什么影响 其实都没有人知道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呢 因为它的好处 比我们的恐惧 我想可能新的 和业技术一样 我觉得我们 放长双眼去看 不需要急 但是也不要太害怕 我刚才来宾想问 譬如你的研究 和基因改造 关系是否算是基因改造 你的研究 我也不是基因改造 因为我是筛选 譬如我们每个人去检查 自己做自己的基因检查 我没有改造我自己 因为中国是不准重 基因改造的大豆 可以吃不可以种的 所以我一开始 已经决定了 不做基因改造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觉得它 特别危险 而是我觉得 农民有一段时间都用不了 那我不如用一个 不用这个方法 都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 反而令到 农民可以早些用到的产品 好 今天多谢Dr. Lam 因为你十几年的成果 我们底下 坐在这里过几钟 就听完了 这个时候有请中文大学 云树培副校图长 给大家颁个小小的经验品 给Dr. Lam 有请副校图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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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